《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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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幸運地在香港的電影都叫做挺蓬勃的時候 我可能是九十年代 我都參與很多的一些配角當主角做的角色 這些角色很深入民心 他們一看到我就跟我說 哇!即場刷人情啊!知道嗎? 這個他們覺得是很頂刺的 或者買空拍人的時候 那些中槍就會噴噴噴 那些 他們覺得那些是不能排的 知道嗎?是你即場發揮的 我說是的 我其實入行差不多三十年 我由九零年讀戲劇學院畢業 我八九年的時候 我開始已經進入這一行 是做街頭脈劇 我們叫做Busking 在借打花園星期日 化了個妝 沒有人認識你 做墨劇 然後人家就會打賞給我 我是由這樣來開始的 那你說那個是不是我的低潮呢? 不是那個時候是我的高潮來的了 因為在每個時候 我都很享受我做的那樣東西 如果你攤牆來看 你就會看到有高潮低潮 在當下呢 我都是享受做我能夠做的事 那你叫我回顧過去這三十年裏面呢 你可以說是最受打擊的 就打擊的時候呢 金融海嘯2008年的時候 當我準備磨拳拆掌 希望將戲劇具體的產業化的時候呢 金融海嘯就撞起來 那我的劇團呢 就差不多要倒閉 但是呢 那時候也有些人會潑冷水 我覺得不是這樣的 這些同行 這些長輩 或者這些我admire的前輩 為什麼他們的思維會是這樣呢? 有些人會懷疑的 你現在是向錢看啊 你就是走去做Commercial啊 藝術作品為什麼沒有呢? 為什麼你全部做的都是喜劇來的呢? 為什麼你又會拍那些喜劇電影呢? 那些又出來 你又做一點點的角色 又不是很出眾的 為什麼你都要做的呢? 我就覺得那時候 那些人不太明白 我想做的戲劇的一個方向 就是我想普羅 我想要繼續的要大眾化 所以那段時間 我是覺得是挺失望的 這些都是令我覺得孤獨的時候 那當然呢 有些同道人 不是這一行的 他有時就反而給了一些 很多強心針我 一見到一個婆婆七十幾歲了 晚上我做完演出 吃宵夜的時候 他見到我 他就跟我說 哎呀 詹Sir 真是開心了 我過去這十年 都沒有好像今晚那樣笑得那麼開心 那我就自己知道了 我知道我做的工作 不是為我的同行做的 是為我的觀眾做的 那反而這個呢 就給了很多支持我